那我們收到T609的推測的時候 我們拿出來後輪組裝的部分 裡面會有兩個輪子 那金屬的電圈會有四個 然後塑膠的黑色電圈會有兩個 那以及就是這個插槽的部分跟橫桿 那我們在組裝的部分呢 就是第一個 我們是一開始先加進一個金屬的電圈 然後再加上黑色的塑膠電圈 然後再把輪子卡進去 那再卡進一個金屬的電圈 那以及把這個插槽 插銷就是插進插槽裡面 那這一邊的輪子就組裝完成了 那另外一邊一樣就是 先電進金屬的電圈一個 然後一樣就是塑膠電圈一個 那一樣將車輪卡上後 然後一樣就是金屬電圈進去 那再把這個金屬的插槽 就是一樣插進去那個插槽的部分裡面 那這樣子就完成那個後輪的組裝 然後再加上黑色的部分 我們有夠綢磋 然後再加上黑色的部分 感谢观看